台东市公所在2月10号晚间6点 在滨海公园发放今年提灯 那么造型非常可爱 有小鸡造型以及凤凰造型的提灯 可以增进亲子之间互动 欢迎乡亲前往索取 台东市公所将在2月10号的晚间6点 在滨海公园发放今年的提灯 而今年的今年提灯造型是相当的可爱 有小鸡造型以及凤凰造型的提灯 希望透过提灯笼的活动 来增进亲子之间的互动关系 也欢迎所有的乡亲请来索取 这一次因为今年是鸡年 所以我们今年也做了LED鸡年造型的小提灯 有分为两款 一个是像小鸡的造型 一个是像凤凰的造型 也祝福大家说 今年能够吉祥如鱼 然后今年型大运 那因为这个呢 它其实是那个 这是一个成品 那就是说大家拿到的话呢 它是需要组装 可以爸爸妈妈跟小朋友 可以一起来组装 这个小鸡的造型 那我们今年呢 在2月10号晚上6点 在海滨公园 就是发放这个LED 今年造型的小提灯 喜爱的朋友绝对不要错过 那我们数量有限 所以必须要排队索取 那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索取 这个今年造型小提灯 台东施工所表示 施工所这一次所准备的LED 今年造型提灯有两种 家长和家中的孩子们 可以一起动手组装 达到增进亲子感情的目的 而这一次的元宵灯笼展览 也加入了传统的中国习俗 让民众在欣赏灯笼的同时 也能够了解到元宵节的由来和典故 更添加了教育的意义 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机会 记者胡君彦 台中市报道